嗨 各位我是景川一 閃電C人必殺大圖鑑EP5時空之10篇 好啦 各位看到第五集應該都理解這個系列是怎麼運作的了 這次雷門的主要任務是依照元堂大戒指示穿越時空尋找11個力量組織時空最強的隊伍 所以今天首先我會以時間順序一個一個介紹時空最強的11人 第一個是已經不是隊長的神童拓人 神童第二季首先學會了新的過人技奧林帕斯協奏曲 憑空變出一座希臘神殿讓對手分心的招式 原本的神之指揮棒也進化成了神之指揮棒Fire Illusion 後來一群人前往戰國時代尋找伊之力一個可以靈活運用靜與動 洞察大局的指揮官時神童成功與知田信長極限合體獲得一招全新的射門技刹那爆射 話說在戰國時代連沒有碰上一些零食隊友跟雜魚敵人他們的主要有過人技厭犯 典故是左左目小四郎的必殺劍法可是問題來了 人家他媽在這個時代可能連出生都還沒出生啊 搶球技童俠間之壁典故是讓知田信長聲明大造的童俠間之戰射門技火槍彈丸 不瞞各位這其實是我自己記覺最有創意的一招射門 對這麼早就出現還落在一個雜魚身上你就知道時空之時有多 再來二之力持有者擁有超凡魅力可以喚起同伴無限勇謝後衛 很顯然要達成這一點最需要的東西就是長相 所以對第二位是霧野藍丸 必殺技有極限合體搶球技聖女烈火 另外製作組看到夠第一季人氣球票驚人的結果後 才很適到如今的給霧野家了一個化身極黑的 戰騎士布倫希爾德也有化身武裝這樣 天馬一行人之而來到了三國時代遇上符合三之力跟四之力的人選諸葛孔明以及劉備 三之力要求一個能夠準確看透敵方要害劍文色霸氣開到滿的中場選手 而最終他選上的球員就是羽公太陽 好啦在另外一個版本裡面其實是白龍 太陽極限合體的必殺射門是在劇場版裡面出現的天地雷鳴 當然他也學會了化身武裝 不過比較有槽點的是孔明他自己也是有化身的 而且那個化身的名字叫做蒼天的霸者玉龍 代表雖然動畫組選擇做的是太陽入隊的版本 可是感覺上這段原本是優先設計給白龍的因為 對 偶然後孔明又一招賞給雷門的必殺戰術奇門盾甲之陣 然後四之力就不用說是已經被我們玩梗玩到爆的劉備還有杏柱 杏柱在本季正式轉職當守門員 然而相比前一季他的守門成功率是奏劍到的比三國時代還要爛的30%左右 新招改變自他今天跳躍的守門技 驚天鐵拳 極限合體必殺為大國歐哥 四之力絕對是全篇槽點最多的一個力 因為首先他的條件是要找一個擁有治理大國的能力 鐵壁般的守門員 對啦 跟日本比起來術國就會超大 但還是衛生物裡面最小的一個 難怪大國歐哥永遠歐不起來 而且治理大國的能力 你確定一個三國歷史的一般都來流浪的人有嗎 先說我衛淑屋裡面最喜歡的是蜀國 沒錯但這個選角真的是太… 小學生歷史漫畫了 喔對 你們知道根據一些民間藝文 當時劉備三顧茅庫請到孔明的時候 雖然他跟人家差快20歲 但還是喜歡他到晚上會洗碎的程度 可是現在你們看閃電11人版本的孔明 劉備完全只是一個祖哥而已啊 好的 五之力跟六之力 這次一起人來到了木末時代 尋找有超大度量可以維繫攻守的中場球員 以及一個電光失火的神速前鋒 呃 反正就有錦學長跟建成就對了 錦學長大致上維持了第一季那個沒人在乎他 但不知為何一直都在的狀態 除了學會武裝之外 就只學會了一招極限合體過人技黑潮駕馭 不過還好 建成依舊是那個最可愛的小寶貝 新射門招惡魔暴擊 化身武裝跟極限合體射門技橘一文字 招式名的典故取自充田總色愛刀 居一文字 為了尋找七之力跟八之力 雷門來到了整季第二瞎的時代 恐龍時代 並在那裡遇上了原始人 我本來不記得他叫什麼 但查了之後發現 啊原來他叫 托普 嗯 這位原始人小弟直接作弊 強行擠進了時空最強襲人的隊伍 從連足球是什麼都不知道 瞬間變成可以開化身 太古戰士 獵豹戰神 化身 武裝 還有極限合體 合體對象是七之力 風神 老爹 條件是擁有絕對制空拳的彈跳後衛 所以他們找了一隻 翼龍 托普的必殺技有化身搶球技 狩獵之矛跟極限合體技 古代之意 終於來到了本季最重要的新角色 菲魯恩 菲一開始在填馬被逼入絕境時挺身相救 而後面成了第二季負責英靈雷門 穿越時空冒險的核心人物 菲的第一招射門招是彈月之兔 跟霸王龍合體的極限合體技為古代之牙 菲的化身比較晚出現 光速戰士羅賓 化身射門技 滿月衝擊 還有跟填馬共同武裝後的合體射門 極致之兔 接著來到恐龍時代後 菲終於認領到其中一個力的機會 八之力是一隻藍色大恐龍 BIG 條件為包含太古力量 活力四射的中場球員 呃 你們看得出來到這裡 Lv.5基本是已經在硬拗了 到底有哪一個中場球員的全部招式都是射門的 不過不管 極限合體射門是古代之牙的進化版 王者之牙 對了各位應該還記得動畫初期 雷門成員都還沒回來的時候 菲斯有變出幾個分身來湊數的 如果你沒有印象的話 就記得說裡面有兩個女分身 一個可愛的一個大的 他們也有幾招必殺技 守門招極致胸膛 對不起不是說這個極致胸膛 守門招極致胸膛跟搶球技 分行幾何大下 菜花黃明子 因為中文意思的關係 在中配中被和諧成了花菜黃明子 黃明子是 我真的就不防雷了喔 是非未來的老媽的過去的姿態 必殺技有搶球技黏乎乎馬蜀 還有射門烤馬蜀龍捲 典故全部都是來自黃明子 Kinako的名字的諧音 Kinako Mochi 黃豆粉馬蜀 後來覺醒化身小之女巫天照大獄神 武裝一定有 然後化身技修來搶球的光輪之史 黃明子一開始本來是要跟爭得合體的 可是沒想到他的超凡魅力輸給了物業 於是一路拖到了最後的 亞瑟王傳說架空時代 黃明子還終於找到合體的對象 一隻白色的龍 呃... 事到如今我已經不想吐槽 閃失衣裡面到底有多少條白龍了 九之地的石油者必須是一個夢幻的自由人 所以黃明子獲得了新的搶球技閃亮亮幻象 小補充一下 黃明子的78號應該是取自他的 Sinnanobana的NA還有HA 跟第三季塔子透口的105同一個原理 好啦實質力不用講就是天馬啦 天馬第二季一個人就偷攻了 所有其他雷門成員可以學新招 扣打侵略性脈動風穴驅動 奇妙陷阱 化身武裝還有化身射門技正義之意 中間他甚至有跟三部劇場版的修極限合體 施之力要求的 是一個讓大帝都願意與之為伴的王者中場 所以天馬就... 符合資格 極限合體變出一把劍把對手砍飛 這是他的極限合體技王者之劍 就不說只要看起來有多荒謬了 請問你已經有整整三招過人技 到底要第四招幹嘛 你知道錦學長都還在武神連斬嗎 費點預算給人家學新招好不好 答案是 不好 因為天馬最後還有一招新的必殺射門要穿武裝 還大言不慘的拿了元堂家代代相傳的God系列 來命名Godwind 黃金之鋒 然後打敗大魔王的就要是最強十一人波動 好吧這招倒是連飛也可以用了 所以... 謝謝天馬哥哥願意分玩具給其他小朋友玩 十一之力貫穿一切的全能型選手扎納克阿巴洛尼克 扎納克是被黃金國判定威脅程度S的超危險人物 但本人卻很喜歡自稱是無名小市民 扎納克逃獄後就開始在主線中到處微飛作歹想幹嘛就幹嘛 還有各種完全不知道從哪冒出來的特異功能 比方說從嘴裡吐出一攤光束強行控制別人之類的 扎納克的主要有射門技破斷災厄 還有兩具化身跟化身武裝 第一具是魔界王咒迪雅克 第二具是鋼地的玄武 就連極限合體也有兩個 一開始的曹操跟後來符合十一之力的巨大颱風克拉拉J 射門技就你我都知道的無奈最強四怕 扎納克領域原本的隊員我一樣在這裡順便講調 射門技殺成切割 這不要告訴我你不是看了炮劫之後才超過來的 搶球技羅斯起子 對他真的叫這個名字 過人技蹦擊衝刺最後射門技十人鬼之刃 好的在進入敵方隊伍的回合前呢 我想稍微提幾個並非時空最強11人 但還是有學到新招的少數幸運兒 第一位三國學長 沒錯三國學長這一次一半以上的時間都不在 但還是學會了兩個新的守門招 你敢信跟先發的信助一樣多啊 無奈神掌跟超扯 黃金神掌X 算動畫組幫這一位在上季 飽受嘲笑的廢屋花椰菜 逃回來一點點攻到這樣 第二位元堂手 天馬他們回到十年前時 暫時跟年輕的元堂組隊 當時的元堂用跟天馬一樣的原理 多個平行時空的自己交疊 實力突然倍增 覺醒化身魔神葛雷特 跟全新的化身技葛雷特神掌 第三位建成優移 來自另一條時間線的優移有化身魔戰士潘德拉岡 跟經界極限合體之後呢 優移就使出了他第一的絕招 死亡墜落 最後一位機械元堂 對你沒有聽錯機械元堂 機械元堂是在黃金國的雜魚 守門員受傷下場之後被換下來的地步 如你所見完全就是一個惡搞角色 守門既有高舉右手 讓你以為要使出魔神的右手 但卻比出了一個OK的手勢 然後吹少使出契額的右手 他還有化身 英知之王 文具王 動畫裡面雖然沒寫名字 但有出現他的必殺技 必勝我夢射亂 就是一個瘋狂發射的色鮮筆來擋球絕招 好 再來就是黃金國奧米加小隊的招式表介紹 照理說黃金國的敵人是分成4隊 1.0的Alpha 2.0的Beta 3.0的Gamma 還有完美病毒的雷露克 可是他們的招式很有趣 有一套完整的指令系統喔 所以這一次我決定按照指令變號的順序來介紹 從Offense Commando進攻指令 也就是過人技開始啊 進攻指令04 旋風上升 接著是Defense Commando 防守指令 防守指令03 上層線圈 防守指令06 魔法磁鐵 防守指令21 無影亂舞 再來是Keeper Commando 守門指令 守門指令03 塵光吶喊 守門指令07 除能陀螺 守門指令16 胡遠十字掌 最後就是Shutokmando 射門指令有Alpha的 射門指令01 螺旋鑽射 射門指令06 電漿射球 Beta的射門指令07 雙重射門 全左絕最帥的一招 射門指令08 艾之劍 射門指令20 雙飛流星彈 射門指令24 奧米加攻擊 最後就是Beta的化身射門技 以射門指令K02 雅典娜逆襲 一樣也是很帥 力差戰術的部分有兩個 戰術AX3 百慕達磁波 讓對手速度變慢 10場戰術AX5 光鮮傳輸 精力計算出球路後 以迅雷不吉爾的速度突破防守 動畫在奧米加小隊的角色上做出了非常大量的刪減 將近快一半的招式 而且還都是比較帥的招都被留在遊戲裡面 連嘎瑪這位好歹也是跟阿法貝塔平起平坐的角色 動畫甚至連讓他放一招的機會都不給 有興趣的可以上網查查他們的完整絕招表 時空之時後期終於揭露了黃金國想要消滅足球的真正原因 是為了阻止四世代少年 四世代少年是在200年後的未來 舉行了強大超能力的新人類 然而他們每一個人的壽命都非常短 這些小朋友以薩魯為首組織了飛達這個革命組織企圖征服世界 飛達隊伍大概被分成了包含札納克隊在內的四隊 可是其實真正重要的角色就只有三個而已 其中兩個是一隊笨蛋情侶梅亞和奇莉絲 他們兩個的絕招還有化身是完全一組的情熱的戀人 可體系微動畫中貼了超級多次的未來末日 另外梅亞自己還有一招愛之圖刺 而大BOSS就是薩魯艾凡通稱薩魯 薩魯的招式由射門技甲殼爆射 然後他的極限合體是可以讓他變成一隻大猩猩跟化身 超魔神艾凡斯也可以武裝 好那剩下就是路人的招式 我大概給各位帶一下過人技 右耳出擊 搶球技 盛大掃除 這門技 迎春之劍 第一招守門技 排斥反應 第二招守門技 顛倒世界 第三招守門技 用化身深淵的阿基拉烏斯 使出來的強力絕咬螺旋 最後就是整個時空之時 最最最最重要的一個絕招 不是最強十一人波動 不是黃金身杖V 而是飛達的一個長矛守門員 他叫出化身 備注 超級大 捏捏化身 白尾神玉子的化身技 四神連線 這招為何會如此的重 要 應該不需要我解釋了 就不說這個化身的設計有多麼的完美 重點是人家還是唯一一個要被破門時會播特殊動畫的化身 看看白尾神那驚慌的表情 果然只有妹子的化組才會有那個新認真化 然後EP5就到這裡 結束了 齁 時空之時的招式 我覺得並不是最爛的 畢竟還有阿瑞絲跟獵戶坐在底下 可是毫無疑問 閃絲一到這裡已經錯失了一大半 人原本的比賽看起來有趣的元素 每個人都在武裝 每個人都在合體 每個人都在硬碰硬 必殺技看起來大多不怎麼有趣 而且還給我無止境的重複播放 處處都彰顯著大跟多 顯然不是最好的 我是錦川一 您和我還沒有看完 所以招式表大概是沒法太早出來了 我們下部影片見